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个别选手的表现是有所不同的 团长分析跟归纳这些分数的落差原因如下 接下来比较主要是针对投手的部分 原因第一是大家的期望值都蛮高的 这么高这么高 期望值都蛮高的 算上真人和一字排开旅外六所谓旅外六大咖 加上媒体跟经纪公司的五星吹捧 球迷必然会期待类似什么新四大天王的精彩表现 反过来 反过来你想想看 反过来如果是什么自主培训 就是选秀会落选的自主培训 或者是选秀会有什么吊车尾加入的选手 你期待他可能四十分 他表现六十分 甚至于你根本不骑不带 他表现个三十分 你是不是就觉得好棒棒 所以第一个原因跟期待 期待有关 第二个原因就是中值一二军的落差 真人和在师队二军的防御率是2.66 哎这还算差 不到三蛋这还算差的 胡志伟在龙队二军的防御率多少 0.70 吕彦钦在龙队二军的防御率多少 更夸张0.67 而且这三个人在二军的倍上累率都不到1 差不多都可以直接去当closer 这多少让这些旅外选手 旅外投手会误以为 哎呦中值打者的实力好像软趴趴 哎呦不怎么样 应该不难对付 不料 上到一军 立刻就被校正回归 所以我晓得是一二军的落差 第三个原因 准备不足 很多球迷会归运于说 啊他们没有完整的春训 这或许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我也不能告诉你 是或不是 或者说哎呦 他们去完整春训 现在表现就会不一样 没有人知道 但团长认为某种层面来看 这也是一个借口 想象一下 如果这些旅外球人是洋将 你把它想象成洋将 或者说他们还是他们自己 但是他们持续挑战职棒的高阶殿堂 比如说美国职棒大联盟 或者是日本职棒一军 有没有春训 或有没有完整的春训 讲直白一点 包括洋将也是一样嘛 你自己看的办不是吗 何况他们早早就回到台湾 加入各队自行培训的行列 也都有实战做搭配 再讲个大家可能 有人会忽略掉 这一次因为疫情的缘故 他们还足足多了两个月的准备时间 所以基本上就是准备不足 怎么准备不足 当然每个人原因或许不同 第四个原因 团长就严厉 都没有讲好听的 也应该 好了团长应该帮他们谈一下了 确实也应该了 因为环境的适应 其实还是必须要有时间的 你想想他光是主审的好球弹 不管是投手或打者 洋将也一样嘛 恐怕都要花一番时间来做一个适应 何况好球弹 你们懂的啦 虽然球队基本上另外在这个 资料上面都会提供详尽的 这个勤收投打对战的资料 但说真的没有透过真正的 一对一的实战 就好像以前一些自信满满的洋将 一开始来到台湾都觉得 我就用我以前习惯的头发 用我以前的必杀计就够了 往往都要吃点灰 会被猫的血流 不是血流成河 投破血流 才赶紧做一些修正跟改变 那应该不用太久 因为适应环境我刚才讲需要时间 所以应该不用太久 这些状元们应该会逐渐把它 完整的实力给展现出来 这一点我是乐观的 第五 当然要谈到大环境的问题 所谓的大环境 这个绝对不是什么 跪骨见金 这个不是 当然有这种感受的人 我怎么讲你都会有这种感觉 因为想想看 早期的职棒人手 还是非常非常的有限 当然对于选手的保护 观念跟资源都比较欠缺 于是在古早以前 新加入的一些包括状元啦 好手啦 或旅外回来的 都被视为类似救世主的角色 而且哦 反正这个官网啦 台湾维基百科都查得到 你时间越往前看 这种状况是越明显 所以基本上 团长讲到这一段 这个小段落 你是不同世代的穷民 你的感觉是不一样 如果你跟团长一样 是这种五年急升 或六年急升 你会很容易理解我讲的意思 那重点是 当时这些备受期待的状元们 他们也都深刻的了解到 球队对我高度的期待跟需求 于是他们绝大部分 不是百分之百 但比例很高 都从初登场起 就展现出那种舍我其谁的态度 而且不是只有态度啊 不是只有企图跟霸气啊 一夫当官的成绩 也都一场一场的秀出来 或许从现在的观点来看 真的啦 包括很多酸民乡民 你可以笑他们 笑他们吃 笑他们傻 笨笨的燃烧自己 都不知道保护自己 但这毕竟是一个时代的一个过程 也没有什么绝对的对跟错 也绝对没有什么 谁聪明谁傻瓜的问题 那现在的球员尤其是本土的主力 相对来讲是比较幸福的 我们来看看 他们在一军 我们讲一军的部分 江少倩第一场投68球 不到70球 胡志伟第一场投 79球 也不到80球 哈哈哈哈 当然不能这样讲 但在环境时空的改变之下 刚才讲到这些 哇 怎么第一场没有来个玩头玩头 大家说实在来 应该都觉得 这很正常啊 循序渐进啊 不能太照进啊 他们又没有完整的春训啊 所以 包括环境 球团 球员 三方面 通通开启的很多面向的保护机制 所以 现在这个时空环境 你想要再看到过去那些前辈 那些上古神兽 真的是鬼神般的表现 几率上面来看 几乎是为乎其为 那最后团长当然也补充一些看法 那也包括 球迷 乡民 网友讨论 首先 不可否认的 这个是 这是很现实的 讲起来虽然有点也不太好听 但大家也都在谈 这个我认为是事实 就是说 旅外球员会反台 你要说他这时候正是巅峰 站在世界之巅 还趋势向上 卡姆可怜 想也知道不可能嘛 不然你去找张玉成 甚至于宋家好 吴念廷 你去试试看 去说服他回来 你得花多少钱 另外 时间点 说实在想想也很微妙 这个大家比较 比较没有特别去谈到 就说上半季大家都记得换球了吗 弹力球时代结束了吗 打者对于不弹球的适应 其实是适应不良 这些旅外选手 当然没办法了 就是说如果说他们能在上半季就出赛 非常高的几率会有不一样的表现 当然回头来看 我补充我插一个话 他们在二军下下叫 你说跟这个球 还有跟大家的适应有没有关 当然也有关系啊 那现在经过上半季 再加上两个月的疫情的影响 许多的打者 特别是暴力员的打者 他们都找到因应之道 怎么样来适应 怎么样调整 再加上联盟定期的验球 也验出一个端倪 就是最近的比赛用球还在范围内 但是他的恢复系数 也就是他的弹力比较接近上限 比较接近上限 信心满满的这些状元们 想说我就直接要跟打者就对决 我很有信心 自然就被轰的比较惨 所以你会发现他们都被打比较多的拳 A打 但这部分 团长认为投球策略它是可以调整的 他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 就要对他自己反而不利 至于大家 反正每到这种时候就会嘴一个话题 就说中职是不是进步 团长就问 现在一队一二军人数这么多 我再问 现在的球星 薪资都高到不能再高 中职没进步才不应该吧 中职本来就应该进步 又不是炒创时期 现在是最美好的年代 很多人当然就说 要等到明年 让他们完整的春训 才能够来评断这些状元的实力 团长觉得 不用这麻烦了 明年归明年了 下半季 因为现在才打三个礼拜 再多进行一段时间 相信江城 吕胡 可能再加个增 这五个投手 应该会发挥的越来越好 特别是这四个 已经在一军出赛的选手 至于 唯一的打者 极力极道拱冠 我觉得他很适合在卫球队发展 很简单 因为 其他球队 不一定会让他 那么奔放自由的 矛起来挥大棒 那现阶段我觉得 极力极道不错的是 很明显的 当投手有那种 比较严重的失头 他在关键时刻 他能掌握得到 其实光这一点 就不容易了 那当然呢 也祝福这些状元们 能够越来越强 能够物超所值 如果能够复刻过去那种 什么四大天王对决的戏 那当然是 大家欲喜啦 再好不过啦 也欢迎大家 留言 分享你的看法 我是团团蔡明迪 还是一样 祝福大家健康 开心平安 下周的一周点评 再会咯 拜拜